很多時候我們見到一些個案 父母出來吵架 不當時都涉獲到一些很日常的事情 夫婦吵架,你猜不到 吵架很雞皮蒜毛的事情 就是先喝湯,先吃飯 或者為什麼你不載他回學校 為什麼你要這樣教他 這些事情都是最多爭拗點 反而大項目大家會談得到 法庭如何判到這些位置 大家可能是這麼細微的事情 這方面其實一般來說 法庭都不喜歡 或者不希望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都要法庭定奪 法庭主要是看大方向的事情 也是那句話 法庭就是把關看著小朋友的福利 一般的做法 法庭就會很語重心詳地 再解釋給當事人知道 要求他們在法庭外面再談